皮笑人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ki 我現在人在台南 為什麼又到台南呢? 今天有點不一樣的主題 大家有所不知 台南就是一個被美食耽誤的愛情之都 全台灣最多月老沒有的城市 就是我們台南 每一個月老都有自己不同擅長的領域 所以不管你有另外一半還是沒有另外一半 都可以通通一起參拜 那今天就跟著我一起用 台南市官旅局發行的月老地圖 來參拜吧 跟大家分享 這次我到台南高鐵站時 意外發現只要持高鐵票根 居然就能搭免費接駁車到台南市中心喔 第一站大觀音亭 從1678年明正時期就建立了 所以也是台南的三級古蹟 大觀音亭的月老又被稱作 擴嘴月老 因為手足的拐杖 有厚實的耳朵和擴嘴 所以又被稱之為 鎖眉觀音 大家有沒有發現 擴嘴月老的頭有點側身呢? 這是象徵月老正在傾聽 單身男女們的願望啦 第一站我們來到的這個大觀音亭呢 它的月老是因為嘴巴比較大一點 所以象徵著很會說美的意思 所以單身有曖昧對象 或者是有想要發展的對象的話 都可以來這邊求這個月老 就幫你說美一下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來這裡求姻緣的話 要記得將你的姓名、生辰、地址 還有喜歡的對象是誰 那善男性女們 我們下一站就到大天后宮啦 哇!可以了可以了 哇!香巴老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家是大天后宮 然後這邊是適合愛情加溫 就是畢竟有另外一半的話 你希望跟他發展更穩定 甚至是你要求一個 跟對方有沒有一個好的姻緣的話 都可以來大天后宮求 第二站 大天后宮 以前叫做東寧天飛宮 是主要祭祀媽祖的廟宇 其中這裡的月老又被稱作 原粉月老 除了剛剛提到 原粉月老能讓情侶的感情加溫 單身的人也別擔心 沒有對象或是有對象的信眾 都有祈求月老的不同方式 月老廟前也都會有指示說明喔 第一次看到月老服是DIY 這個是一般的套子有沒有 然後這邊裝封面 他超可愛的 他甚至還有弧印在上面 這個是 平昌帝君嗎 還是 第三間我們來到的是4.5秒 你從5秒平就知道他是動五個 所以這裡的月老主要是給三種對象 一個是單身單戀有對象 但是對方不一定喜歡你的 第三個就是 桃花園太多 月老幫你打掉孽緣啊 是DIY 台南的一級古蹟4.5秒 因為是清朝皇帝官方祭祀的官帝廟 才加上4.2字 就像剛剛說的 五秒的拐杖月老除了擅長解單戀之外 也會幫信眾斬斷爛桃花 但也有人說 因為主拐杖走得比較慢 才象徵著感情能夠長長久久 最後一間就是我身後的這間 重慶寺 那它一樣都是在市區 只是它的規模 稍微比我剛前面介紹的三家小了一點 不過這間月老很厲害 它是在求感情詩盒 就可以來這裡加溫這樣 Let's go 鑒於清朝年間的重慶寺 雖然規模不大 但促干月老的神機 在台南可是遠近知名 這是月老幫你聯誼嗎 它沒有月老聯誼活動 而且它還有月老饗宴 不知道是吃不到buffet 吃buffet欸 促干月老擅長挽回變調的感情 不論你是在愛情中出現障礙 或是感情不順 想要挽回對方的信眾 只要攪拌促干祈願 月老就能試著幫你拯救愛情喔 登 同場嘉義 剛剛跟大家介紹的那四間月老 就是台南的四大月老 那我身後的這間呢 就是陸爾門天后宮 也是電影枯萎的拍攝場景 所以最後一家 就來帶大家看看陸爾門天后宮吧 台南安平區的陸爾門天后宮 有新舊廟之分 同之年間因為洪水導致舊廟坍塌 直到民國35年 信徒才募款重建天后宮 還記得電影枯萎中 秀琳在月老殿前淚崩的場景嗎 天后宮的月老又稱作紅線月老 牽線公立甚至紅邊海內外 光是在廟裡有登記過的新人 一年就有一萬兩千對喔 那這次啊 其實我是follow官旅局發行的月老地圖嘛 但其實官旅局還有發行很多台具 比如說之前的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以及他們接下來要推出來的 孤位取景地圖 那今天來台南呢 我特別用了很多的大眾交通運作工具 比如說T-100坤是高鐵接駁車 如果你來台南玩沒有交通工具的話 也可以參考看看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nswer和Facebook 我們台北見吧